近期香港各行各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 电影业也不例外 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天启文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受到疫情、政府限制力及投资减少的影响 从2020年初至今 香港电影圈只开拍了几部电影 而2019年则有53部电影完成拍摄 他称香港电影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海啸 业界受到的损失不可估量 他担心会有8成以上的电影基层人员流失 香港电影再无希望 金像江主办方也已经破天荒地宣布 将两年合并成一届 第40届颁奖典礼延至2022年举行 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社会运动就已经看到 我们的制作量和拍的题材已经在约束 我们的制作是少了 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大一件事 但是你再加上新冠肺炎 基本上就是海啸 是海啸 直到没有 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或者有一定的基础 譬如是如果你会早点醒一点的 你就自己稳定 譬如我入定电视台 或者我去稳定 我早点 或者我回到内地发展 那都可以的嘛 雪上加霜 将我们整个行业的基层 而我最担心的就是说 当这些人 他们一走了之后 但是也都没办法 他没得不走 疫情爆发后 没戏可拍 戏院停业 香港电影圈的工作人员 也出现转行现象 田启温表示 有的灯光师转行做保安 有的副导演转做地盘散工 他称他从已41年 即使算上非典时期 他也没这么害怕过 我以往的担心 和今时今日的担心 是很大的差别 因为那个原因是 我看不到出路 这个出路不是说 我个人的问题 我是看行业的出路 因为我们本身 香港的电影 我们是个竞争力 我是想想我们整个香港的电影 他们会不会是一下子 没了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而香港知名导演高智森表示 他的公司2020年 本来有两部电影要拍 合约已签 但都因疫情推迟了 虽然自己公司受到疫情影响 还不算大 但是他听闻了很多同业者 转行送外卖 开出租车的故事 感觉非常心酸 就是整以于 之 Au 会不存在的 reasoning philosophical 在这个区域 提到大家 会不会有关 además的 跟区域 他要 baj 或是 作为我们银食的一个行业 一个职业 天启温认为香港电影面临结构性困局 因为香港本土市场太小 不足以收回投资成本 我们本土的市场是不足以去承受 去收回这些钱 你比如为什么刚才之前我讲的 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中层的戏呢 就是因为这些中层的戏你收不回 为什么剩下几百万的戏呢 几百万还有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一个八百万的投资 我们就收不回 计不了数 一计不了数的时候 投资者就自然不投资 不投资工作人员 他想开工都没有机会 香港曾经有东方好莱坞指称 电影业是香港社会值得骄傲的特色产业 但是如今面临衰落局面 田启文和高智森军表示 业界应该多想办法解决此困境 最好的出路是推动香港电影 向香港以外的市场发展 所以我们要不断想一个持续性的 去令到这个行业 去不断温柔 那下一步的 再大一点的 当然希望有更加大的理想 是不是有大湾区 我们已经积极去思考 如何将香港电影转型 转型到成为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这样于是我们就可以在那个 十几亿人口的市场里面去思考 去生存 我们要将我们的电影事业 变成是大湾区电影的重要构成部分 甚至成为主要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